冬季如何预防流感或者是新冠 或者是肺炎的发生 打疫苗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有请到几位专家 也请到我们的议员来共同讨论 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我们庄主任 这第一个新冠真的会在流行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打 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服我 刚刚局长一直讲 主任一直讲 议员也呼吁我们去打 可是我就是会害怕 那到底新冠会在流行吗 那一定要打吗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新冠肺炎到现在流行 那个怎么讲 它的传播其实还没有停 而且它就是一直在变种 所以有点像流感化这样 所以才会说现在 以这个统计的情形 观察的情形 就是说有慢慢慢慢 它们又好像回温起来的感觉 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候又是来 那个施打那个新冠的新的这个 XBB的这一款的那个疫苗 因为它现在最主要流行的就是这一支病毒株 这样子 那请问主任 那流感疫苗可以预防新冠吗 如果我们看起来那么像 可以吗 其实它们是不同的 可以我只打流感吗 不要打新冠吗 它们是不同的病毒 那我们的抗体 其实是一个特性 就是它很专一 它是有专一性的 所以流感的病毒的抗体 就只能对流感病毒 它甚至于你有了变种 效果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流感的疫苗是没办法预防 那个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疫苗也没办法去预防流感 所以你如果这 现在目前这三样都会流行的话 你就是要分别打这三样疫苗 是 医生你说要听 就是说买三个 就是要拢组就对 新冠归新冠 流感归流感 你说看起来差不多 其实不一样 那再请教一下 肺炎链球菌这个疫苗 它到底预防什么 就是肺炎吗 还是什么 我们那个肺炎 上呼吸道感染里面 最多的是病毒的感染 那就是流感 或其他像呼吸融合到病毒等等 那细菌也会产生感染 产生上呼吸道感染 那细菌里面 最多的就是肺炎链球菌 那其他的像金黄色葡萄菌菌 或什么菌很多 但是其实肺炎链球菌占大多数 所以它等于是说我们 细菌性的肺炎里面的排名第一名 那因为事实上 细菌的传播没有那么快 但是它很容易 但是它严重性比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病毒性的肺炎的病程 比较没有那么的激烈 但是细菌的肺炎 它就会产生的症状就会很强 而且它的对于肺部的一些破坏 也比较厉害 所以而且很容易就是在一个病毒感染之后 又刺发出来的一个肺炎 细菌性的肺炎 所以对于这些老人家 我们还会变成说 为了避免他们因为一个小感冒 然后并发症出来一个刺发性肺炎 因为又是肺炎链球菌造成的 这样子也会一个问题 所以才会说 对于这些老人家 我们要补打一个 就是要打这种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那它就是针对肺炎链球菌 这个细菌来做预防这样 我们想再请教一个比较真实的问题 就是65岁以上 同时打这三个三剂 观察多久了 就是现在都叫我们去打嘛 到底有没有一段观察期 是真的是没状况的 不然我不要当试验品啊 其实流感加肺炎链球菌 这个已经在过去很多年 都是这样做了 之前我们在打流感的时候 如果刚好 它这一年又刚好是服 以前是从75岁开始打 所以通常如果那一年 刚好它是75岁的 我们都会提醒它说 你今天可以在家打肺炎链球菌 所以从学理上面来讲 他们的作用基转上面 其实是不会产生一个问题的 照他的学理来说 那目前其实已经 就是大概其实已经开始 就是也 因为在去年打新冠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也是 间隔一点时间以后 间隔一个 大概一周两周以后 就是可以打流感嘛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大概都有 很多人都是两样都打过 只是当时没有说 做到同时这样子 那请教一下局长 怎么打 怎么预约 以前都还要预约 而且都还要去查网站上 哪个时段可以补进去 哪个时段补不进去 那现在状况是什么 我刚才有一个图卡 就是你看 都有经验 都有便宜 都有电话 这也有QR Code 你会上网的 就直接上到我们 南兜县政府 卫生局的网络上 来查询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上了网 去看你家附近的 哪些诊所 他都有电话 你就跟电话去问 不然你就 如果去学家买菜 你如果经过那 你就看他的门窗上 他有带这张 说今天是煮什么 这 这刚才呼吁我们庄主任说的 左流右肺 那说几年了 左边打流感 右边打肺炎链球菌 那过去是75回 71回 现在又开放到65岁 所以如果65岁的长辈 左流右肺 这是煮很多年都安全的 越过越过 就像秘书长刚才说的 你不要一天煮三天 你先煮这两天 你把它補起 另外的时间 你会记得 新冠 新冠 现在还跟大家说 是怎样我一直呼吁说 新冠过去 不管你已经煮几档 他煮几档都是用 旧的病毒株去做的 现在 现在是我们已经 很久我们就解封了 我们不再对新冠疫苗 每天在那边公布数字 好像大家都觉得还是很惶恐 生活上还是觉得很焦虑 其实最近这一周 最近这个月 尤其这一周 每天的住院的中重症 大概39例 一天 所以专家在预估 台湾大概在12月的中下旬 会到这一波的最高峰 差不多2.2万人到2.4万人 如果台湾 1个月 2万几个人 他中重症 或是他新感染到 这里面的2万多人的10分之一需要住院 2千多层 我们又把医界给颠覆掉了 那个冬天小朋友本来就在流行 轮撞病毒 肠病毒 腺病毒 这下老人又因为没打流感疫苗 没打本来肺炎就住院 这会造成医疗体系崩溃 我们护理人力已经辛苦到有床开不出来 因为没有那么多护理人力 再加上可以打疫苗 你又不打又变成重症 这会拖垮我们医疗体系 姑且不要说健保的支出那一段 是说真的会拖垮 所以这边为什么苦口婆心 流感要去住 新冠如果来你也可以接受 你也可以住 你也要去住 因为就告诉你12月中下旬 是台湾这一波的高点 另外再花一个时间 再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今年这四种疫苗 其实它都是安全有效的疫苗 你说高端 我跟你说高端 在买肠病毒71型 我们台湾只有国关到高端 这两家疫苗公司 它卖得吓吓叫 高端对我们民众 不方便是新冠那一支疫苗 它没做好 这是一回事 现在还跟大家报告 刚才第一次我们就说过了 高端它就是用韩国 那机器厂 韩国机器厂 韩国机器厂已经卖到全世界 八十几个国家地区了 你选高端只是选韩国的 跟你选国光是台湾的 东阳是德国的 赛诺飞是法国的 都是国家认可安全有效的疫苗 所以我意思是说 我们 政治整个政治 我们专业专业 安全有效 你煮只有一支 其实都同样 这是我刚才说过 赛诺飞跟东阳 我们就尽量留给我们的孩子 六个月到三岁的 他们只有这两支可以煮而已 三岁以上的 每一支都可以煮 今天如果是你看到 这个牌子 你可以接受的 都终去煮 对吧 所以这就是 跟大家呼吁说 我们讲专业的事 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煮有薄味 那句是很重要的 那个局长再请教一下 那去一定要带健保卡 对 健保卡要大 如果可以补吗 这就要看医疗院所 因为作业有方便 因为我们 因为你说的 我们经过去买菜 看到今天你煮了 不然来煮一下 如果 不去你吃 如果都是在我们家附近的话 其实你今天没煮 就马仔再来煮也可以 因为我们医疗院所 几乎 就是以健保卡为主 对 刚刚讲的 比如说又重大疾病 然后又是罕见 那是不是要带什么 因为不同的身份 有不同的东西要带 好 要带什么 对 秘书长 真是很仔细的 这张图卡比较小 孩子你就住你的儿童健康手册 孕妇你就住你的孕妇 满满爽车 你看这中间罕见疾病 这个 你就把你的重大伤病卡的纸本 或是你有罕见疾病的诊断证明书 你就带着 其实一般你有健保卡 健保卡上面的云端的医疗 或是云端病例 都可以查询到 都有助记 对 你若是说 我上个月 我上星期才申请到 什么重大伤病 或是罕见疾病 不符 你惦怒说 还没有助记进去的 那你就把你手上 已经有了诊断证明书 带有我们医疾的神拜 他一定要看到你 是符合这个重要对象的 一定都会帮你忙的 那这个地方 不管刚刚秀之议员 或是我们医灵医员 给大家呼吁的 我们打疫苗 其实就是三种人 一个是高危险群 老的小的重大伤病 罕见疾病 孕妇该保护的 第二个该打的是什么 照顾这些高危险群的 那些人 就是我们第二优先对象 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幼儿园的保姆 或是等等家庭保姆 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三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 多补一点疫苗 让我们台湾社会 能够发挥群体免疫的效果 你看全台湾人口 如果能够打上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人都打了 这个病毒呢 我们打这个疫苗 保护力差不多半年到一年不高 半年多 你保护力就下降了 秋冬疫苗你煮了 对吧 我们就不希望看到 四月到六七月 明明夏天 那不应该再流行什么 流感在那边耗发的 可是如果你疫苗打得不够 你那个病毒呢 它就会在社区流窜 哇 那个时候明明是应该有肠病毒 小朋友要什么要住院 哇 你这流感的 你也去带来医疗资源 这是我们最不乐见 所以我意思说高危险群除了一定要打 保护高危险群那些照顾者一定要打 第三个为了我们的社区 为了我们的家庭 为了我们的台湾社会 我们人人都应该 你符合资格 不管自费公费 你多打一点疫苗 让那个流感病毒传不动 这样台湾就安全了 就说即便到明天春天到夏天 春夏秋的时候都没流感 流感是秋冬的事情嘛 过去都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们就是疏忽了 口罩没戴或是等等等等 那不打疫苗的后果 就会造成四到六月 不该有流感重症住院 耗费医疗资源的 因为没打疫苗 然后医疗体系又会很辛苦 所以就 阳房兄亲 今天是一句话有祝福 真的很感动 我想我们卫生局长 他不只是在保护个人的部分 来呼吁大家 他也很希望就像我们新冠之前 大家努力去打疫苗 形成的整体的防护力提升 保护了大家 才有让大家口罩解封的机会 那想再请教一下主任 有没有什么补充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那些 一定要打的 还有照顾的 那主任这边有没有什么 要补充刚刚局长说的 现在目前需要施打的那些范围 就是除了这些重症以外 其实像那个长照的这些 我们现在也要积极的 就是长照是那个 养护中心这边 希望他的施打率也能够 比较高一点 因为那个长照中心这边 是相关的这些人员 因为他们的那个风险 其实是蛮高 而且是很容易群聚 所以现在目前 其实在施打疫苗的部分 也很强调就是容易群聚的地方 就是学校还有长照机构 这两个地方 我们都希望说 他的施打率能够越高越好 最好八成九成以上 这样的话 才不会 因为我们其实前面的经验 都会遇到 就是真的一个两个流感进去 然后就是一层楼的流感 所以这一块 接下来我们也会尽量 就是在长照这一块也要推广 就是赶快把他们都 这些老人家 他们除了 里面长照的除了老人 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以外 还有工作人员 都要赶快就是施打疫苗 这样 所以有关这一块的话是 他们有的在长照中心 他不方便出来打 那怎么办 我们都会去 所以其实当我们的医疗团队 来到长照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拒绝 应该这么说 大家要 大家努力 他们会造册 然后我们就是尽量 就是尽量来施打 这样子 那想再请教一下 那有关学校的学生的部分 那目前 会不会如果请假没来的 或者是说 那段时间有 刚好有发烧 不适合打的 那他要怎么补 住宿型机构 老人家特别多 就高危险存特别多 校园里面 这两个大族群 都是我们医疗团队 不管医疗院所 我们一定会进到机构 跟学校去帮他们打 那今天排到你学校里面 刚好你请假 不管是生病 或等等旅游 你请假 你没做到 沒關係 你都是 你只要符合公费资格对象 你一样可以到附近的医疗院所 去找医疗院所去打 你只要带着你的肩膀卡 就可以了 是 所以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那我不晓得我们议员这边有什么想法 还是有什么跟大家呼吁的 在这个地方 我要来呼吁大家 经过我们的医生 或是专家 来研究 来说 如果我们来煮这个流感疫苗 不然是可以以防疫情和危险 还有帮助我们以防疫情和核心疾病 就是会更的部分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 刚才教授说的 有助要保护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 接受这个流感的疫苗 会员 炼求疾的疫苗也好 是我们新冠疫苗也好 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保护 来去做 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医员他以慎作折 他就是呼吁大家 然后他也都 每年为了健康 他也都会去打 对不对 对 这个是我们的典范 那请一下 玉林医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像我们疫苗的保护力 原则上 医生他们专家都是 大概在一年左右 但是不是说一年 365天都是安全的 因为他会随着时间的拉长 他的保护力是 越来越薄弱 越来越下降的 所以我还是要呼吁 我们的乡亲朋友 真的 刚才跟他们说的 有助有保护 其实我们打疫苗 不是只有在保护我们自己 就是在保护我们身边周围的人 所以还是希望 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真的有助有保护 记得保护自己 就是保护我们身边最好的人 好 局长是不是重新 再跟大家呼吁一下 第二阶段 十二月底的就是 你都没做过 就先来给你做一支新的 十二月底的就是 过去你已经做过 那个枯的 现在也给你保护一个新的 让你65岁以上的长辈 不要因为小小的细菌性感冒 又搞到或是新冠或是怎样 又加上你会肺炎或等等 这样的重症 都不值得了 你其实可以劈勉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 你劈勉的那支支下去 至少防六成以上的住院 住院里面又防八成的死亡 所以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怎么不必好好善用 是 对吗 这样 好 来我们主任跟我们结论一下 这些疾病在传染的 在传播 社区传播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单纯我们用传统的一些就是 你自我保护的这些方法 就可以阻止他的那个传播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还是用疫苗 来造成一个群体的一个免疫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他才不会传播的那么快 很自然的就是传播不开来 而且这些我们如果说有打过疫苗的人 被传染到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说重症的机会比较少 死亡率都会下降 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用途 是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主任局长 还有我们两位议员 议长何胜峰呢 希望全体免疫 希望全体健康 谢谢您的收看谢谢